首先我們要來這條街 就是最近Hit的品牌都在這裡 哇 你看這九成都是男人 它的風格雖然都是美色藍莓風 但它的cutting是很顯瘦的 還有Janny穿過的西褲加持 其實這間Bed Blood也是我第一次來的 它這裡共有三層 我看這裡的積原全部都很英俊美女 OMG 這麼努力的三杯酒 原來是換一個這樣的 大家好 我是金鈴 今天終於要來拍我期待已久的 2023宏大購物地圖 話說開關之後 應該比較多人認識購物的地方 就是漢南洞那邊 但其實要說最多外國人會去 也是最多外國人會住的地方 一定是宏大的 而我自己曾經的工作室 大家都知道是在宏大那邊 也住了在那區超過4年以上 所以這區曾經是一個 我非常非常熟悉的地方 除了會帶大家看一下 有什麼地方好shopping之外 還會帶大家看一下 韓國非常出名 也有很多女生被他們燒過美容宜 Maticube這個品牌的pop up store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用了他們的美容宜 有什麼好笑我的地方 Yeah 我們終於來到弘大了 開關之後 很多人都比較認識看南洞 的確那邊是有很多 新進的設計師品牌的 但是那邊有個問題就是 地理上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難走 因為它有很多斜坡 還有其實有些不集中 有時你去某些品牌 你要走很遠 而其實那裡有很多小眾品牌 在弘大這邊都有的 而且有很多旗艦店 所以其實我覺得分分鐘 這裡是好走過漢南洞那邊 今天去的這條街 它是在弘大和合井中間的交界 不是在弘大出口那邊的 甚至有些店 其實你在合井走過 是會近過在弘大去的 首先我們要來這條街 就是最近 HIT的brand都在這裡了 除了Depalma 這些在漢南洞都有的品牌 這裡都有之外 它們還有Bed Blood Bed Confident What It Is Leigh 等等的旗艦店 所以弘大這裡不僅是平路好走 而且又大間又多貨 其實在9號出口走出來 去到想像完這裡 就已經看到 有一條超級多韓國品牌的街 Bedalanda大家都認識的 後面還有一間 我男朋友很喜歡的brand 就叫做This Is Never Dead 哇 你看 九成都是男人 今集真的不只是介紹女裝 是男裝都有很多 大家弘大不只是去那個 container買衣服 其實還有很多韓國男生喜歡的 Street Brand 這間This Is Never Dead 都是比較大眾 都可以消化到的款式 而且價錢都是非常親民 我們買了兩件衣服 到我付錢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它正在售賣 兩件衣服我以為是八萬多瓣 原來是五萬多瓣 買了什麼呢 等我回家再跟大家慢慢開箱 不過在這個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沒有錄到聲音 從這裡開始 又沒有聲音 唯有又等我聲音到韓 逛逛逛我就遇到一間 Li 本來今集 我只打算介紹韓國的潮牌 所以不打算進去看 但誰知道進去就出事了 一來玉奶奶已經看中了一件 只剩下最後一件的衣服 而我自己也當去日本旅行那麼開心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旗艦店的關係 這裡真的太好買了 這裡對面就是Malida 在Li走出來 這裡就是有另一間 What is this 這個東西 雖然玉奶奶身上 就是穿著這個brand的衣服 但她也說scan了一次 覺得今季沒什麼好買 所以我們只看了一會就撤退了 在What is this的旁邊就是COVENET 比起This is never dead 這裡的款式就再大眾化一點 還有款式多一點 就是一個比較休閒和舒適的路線 還有價錢一樣那麼親民 所以是很受學生歡迎的一個牌子 下面賣藍妝這層也有很多東西看的 它們最具標誌性就是C字這個logo 你一看到韓國人頂帽子或衣服是有C字 就是來自COVENET 最後我們在這些這麼可愛的校園風衣裏 都選了一件比較正式的 formal的衣服 到我出來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進去看衣服的遊客 很多都是拿著一袋二袋來逛街 可想而知這條街真的蠻好買的 因為正值夏天的關係 韓國很多啤酒品牌都在做pop up store 所以今天除了逛街 都打算帶大家去看 一些現在在宏大搞很有趣的pop up store 來到九惠鳥的9號出口 事前約親在弘大都說9號出口見 這裡就有很多最新的pop up store 可以帶大家參觀一下 例如就是Maticube 他們現在都在做pop up 這個韓國王牌的美容 在韓國來說是沒有人認識他們的 有些逛街的人都會走進來看 在這裡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上一條影片也有說過 去了皮膚科做了一個很奇怪的Skin Botox之後 我皮膚變得薄了 我去找化妝師化妝的時候 他說我眼底突然多了一些乳青 然後我就嚇死了 怎麼辦 皮膚變薄了有什麼可以補救呢 他就說沒辦法 唯有補充多些披露 他就叫我化妝之前 可能就想像這樣的披露 但這種披露也是指標不指本的 在我尋求方法的時候 我就遇到一個我現在超需要的家用美容醫 就是Maticube這個Booster H 現在在韓國已經有很多美容醫品牌 而當中Maticube的HL的銷量是佔一半以上的 HL系列是針對特定肌膚煩惱 去提供集中和個人化的護理方法的品牌 這次還獲得了韓國Youtuber勝選的 最佳家用美容醫獎 大家一定比你們身邊的女生有燒過 之前Joyce來我家的時候 看到我有這一部 又有這一部 他說 哇 你是不是被Hibi燒著了 原來之前她去Hibi家的時候 她是有這一部機 然後還好像Youtuber那樣示範給她看 有多麼有效 但我這次就主力說回這部Booster H 它其實是一部主打無針水光導入的美容醫 它跟一般的水光針有很大的分別 首先就是 它是無創無針 無壓痕 無痛感的 但是效果跟水光針一樣 做到很水潤 和底層透光的效果 怎麼可以做到無痛 又可以導入呢 它的原理就是用一個很微小的電流 將護膚品的有效成分注入你的基底 從你底層透出真正的透亮感 光澤感 而我喜歡它最大的理由 就是可以不理大小分子的護膚品 例如精華 安平 面霜 甚至是面膜用上去都OK的 可以令到平時用的護膚品效果提升4.9倍 平時我們不會看到很多韓國人 很喜歡把精華拍上面的 它這部機就是一分鐘可以發射出 180萬發這種啪啪啪啪啪 就是等於1秒是3萬發 首先其實你打開了 自動是Level1 一開始建議用的時候 大家都是用Level1試一下 因為它是會有很輕微的電流 字字字的感覺 但是就不強烈 第一次我拆了它出來的時候 就有點怕會不會很痛呢 那我就很小心 用Level1 這個電流感我發現是會習慣的 很快去到第二次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用到Level3、Level4 我都完全不覺得有什麼痛感 我直接就用給大家看一下 它前後對比是怎樣 這次我的用法 就會用MedicubeHL系列新出的 谷光甘泰緊緻美白精華一起用 因為最近韓國的太陽都很猛烈 我自己也有曬黑了 還有色素沉澱 所以我就會找些美白的精華使用 我回來韓國的影片也有說過 谷光甘泰的成分 它是對於色素沉澱 膽斑去印等等抗氧化的護理效果是超好的 除了吃的之外 現在韓國真的很流行 用茶的谷光甘泰的精華 Level1 Level2 Level3 那這個因為有高含量和高濃縮的谷光甘泰 Booster H一起用的時候 就可以體驗到好像明星一樣的光澤透亮感 而且不單有美白效果 它還可以緊緻提拉皮膚 回復彈力和細節 雖然它是屬於一個高濃度的精華 但它一點都不會油膩 還有保濕的成分 實際用了幾天之後 整個臉的感覺都提升了 不單是白了 而且真的從內到外 好像開了燈一樣亮窄和剔透的 有時可能大家會買了一些精華回來 是覺得很濃稠 擦也都不吸收 那大家終於不用掉了它們了 它是有一種會將你本身的護膚品 推上一層樓的感覺 平時一些很難吸收的精華 都是更加快去推到我皮膚的底層 那用完那個吸收程度的感覺 因為我其實本身是混合偏乾 對我來說最需要的都是保濕 你會感覺到用完之後 好像飲飽水一樣 皮膚像脹筋筋 而且因為它操作非常簡單 真的很方便 所以我是早晚都會用它 現在有時用手上 反而會覺得好像不太吸收的感覺 我知道堅持用美用 而是最難的一件事 如果你用完一次都沒有效果 其實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但是Booster Edge就不同了 它是用一次已經很感受到效果 堅持用了它之後 我發現是解決了我外油內光的問題 還有當然早上用完它之後上妝 你都會覺得更加貼服和更加持久的 好漂亮啊 它們這裡 女仔房的concept 粉紅色的房 我配上我的袋子 哇 原來它有粉紅色的啊 哇 也不可愛啊 哇 這裡還有綠色的 好漂亮啊 我想說 剛才我看到這部機很有趣 就問它是否可以試一下 HONI NONI 坐著 坐著 那好了嗎? 好了 什麼感覺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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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血液中 啊 沒錯 在9號桌後這裡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pop up 可以帶大家參觀的 就是這個 喜歡喝酒的人一定沒有錯過 他會不會檢查身份證的呢? 是會的 要滿19歲才可以進去 歡迎來到成人的世界 這個是大人才可以進來的 酒展覽 我喜歡喝酒 酒鬼 因為可以玩遊戲、喝酒的地方 它整個是一個地鐵圖的概念 所以就給了一張好像地鐵車票來的 每人入場都會有一杯免費的飲品 如果想喝多一點就再買多幾個Ticket 這裡是寫著上野和新鮮 這是日本的鐵鐵站 這裡有個表就是寫了這裡有什麼酒 啊 最… Hai Boi 選了一個沒有酒精的 因為我今天要炸車 好好喝啊 好少許啊 你怎麼喝一杯都不喝啊 我喝了很多 我喝了 我喝了 你吃了 我喝了 你吃了 下面有四個檔樓 有日本酒、啤酒 接著有酒 還有一個麥克里 它好像上面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是什麼來的呢? 喔… 這裡是一個空中花園的概念 還有得買這些咖啡 只有一杯不是很夠的 買多兩杯先 我看到這些職員 全部都很英俊、英俊 Oh my god 用藥…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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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要喝剛才的杯 剛才的杯真的挺好喝 Yeah!我們完成了 一條地鐵路線上去 就看看S會拿到什麼 這個沒有啊 口罩還是什麼 喂 垃圾? 這個也好喝啊 這個也… 原來瓶也有些是沒有氧化 這個好吃 這個瓶子 瓶子 瓶子 最後我來領獎 你了 什麼來的? 這個… 這麼努力的三杯酒 原來是換一個這樣的… 登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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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繼續買東西了 走到下一間店的時候 剛巧經過這間我在IG見過的 黃大咖啡 它們有一個超美的打卡位 而且它很大的 大家如果跟著我這個路線走的話 就會經過的了 由剛才潮排一條街向合井方向走的話 就會來到一間我超喜歡 超想介紹給大家的韓國品牌Sculptor 雖然這間真是零零丁丁的自成一角 但是因為我這個出鏡率很高的背包 就是來自這個品牌的 所以真的不介紹不行 它的風格雖然都是美色辣妹封 但是它的cutting是很顯瘦的 我個人覺得它們的褲子也很特別 而且很型格 還有Janny穿過的西褲加持 也是不買不行的 雖然這間店員是有一點點兇的 但我最後也是買了東西的 來到街尾 還有這間很多香港女生都很喜歡的Bad Blood 發現它的牛仔褲 這條好像我現在穿的那條 其實這間Bad Blood也是我第一次來的 它這裡共有三層 來到第二層就已經很明顯感覺到它的風格 就是這個很型格的辣妹封 剛才我看到樓下有些品牌 就不是寫著Bad Blood 它應該是有一些不同的小種品牌 混雜了在一樓 那它到二樓就全部都是Bad Blood 但是它應該都是一些好像Outlet的款式 走完兩層之後我的感覺就是 說完我之前沒有來這裡是有原因的 這裡的東西不是很是我的東西 我覺得首先很有強烈的個人風格 第二就是要身材得好才可以穿 那些衣服很多都是有很性感的路線 而且它的個人風格強烈到是 你要配合一套 看上來才不會有效 比如說你上身穿它的衣服 下身穿一些很文青的東西 是完全不配合的 連這裡的員工也很性感 而且身材很好 哇這裡的 哇 我的收穫就買了一件回來 總結就是這間店真的很多遊客會來 如果你真的喜歡Bad Blood的朋友來到應該會很開心 因為它有很多傳貨 而且它是有優惠的 好像在說唱 來了這間之後變得很HIP HOP Rapping 在Bad Blood的旁邊還有Depalm 它是一個髮色的休閒風 但我覺得它的價錢偏貴一點 它們就是紅了一個販布袋之後 再出這些fashion item 重頭戲就是它們的袋 因為它的家品和袋子是最受歡迎的 總結Depalm的袋子和家品 是比它們好賣的衣服 因為今天我是想買衣服多一點 所以就沒有買任何東西就走了 不過這間店有三層都是很好走很舒服的 Hello 我坐在哪裡 Hello 馬上來跟大家快速開箱一下 我們究竟買了什麼 第一樣東西就是放這個 This is Leverdeck 這間真是極底 我不知道是因為遇到它們的season sale 還是什麼呢 期望它這件T應該是5萬多WON左右 但是我5萬多WON最後買了兩件 我買了一件女裝 就是我身上穿著這件 買一個有牌子的T 入門都是選它們的LogoT 所以就選了這件給它 它很少灰色的T恤 最近看了一個理論就是說T恤不要買太貴 買便宜 第一它Fast fashion 每一季都會出很多新的T恤 第二重點就是 因為T恤其實經常洗 這件東西是一個consumable 所以其實T恤也不用買太貴 而這個價錢真的 我覺得以牌子來說是超級抵 然後看起來看起來就很清潔 他們說你會用這品牌子嗎 對 沒關係 基本上可以有幾個品牌 沒有 我已經有了 但我只買的東西就只剩下 然後買的東西 然後就來到真的日朝 這件的價錢也不貴 是6萬9千WON 那我就很喜歡它這個 很中性的Cutting 我看到的東西有一點 這件的穿著穿著穿的 穿著穿著穿的衣服 我現在穿著穿的 穿著穿著穿的穿的穿的穿 然後它那件呢 你就要展示給大家看 主要是後面 整個都是刺繡 然後它做得很精緻 很漂亮 這個細節 這裡 這裡的穿上穿 其實我本身夏天 也是很想要一件這樣的T恤 我自己也是有的 但是那件是我很久以前在韓國網購 真的很潮 是燙的 也是燙的 我覺得這個價錢才耐穿一點 接著就是 Componet 這一間只買了一件 因為我忘記了買我的背心 就是買了它的牛仔褲 這件本身我是反對它買的 因為我覺得夏天那麼熱 還穿什麼牛仔褲 但是它跟我說 如果我們店鋪開幕的時候 這些穿衣會太casual 這件牛仔褲才可以去正式的產品 然後我想一下 又有道理 他說他穿完這件衣服之後 好像泰國人 Sculptor 主要是買女裝的 Sculptor主要是買女裝的 所以我就買了 Jenny穿過這條褲 還有這件背衣 Sculptor比較美色 藍 美封一點 但是它還有另一個brand 就是Y2K的 就叫做Peddy 這件背衣感覺也是挺顯瘦 它有一點細節注意的 很難 這個backblock就是他選給我的 這件背衣的衣服 是衣服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買的東西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分享 就在下面留言給我們知道 我們Facebook、Instagram 還有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